邦哲學的教學 很高興有機會在我現任之前 實現一個願望其中之一 就是來這裡看我的早期發電 談到早期發電 我們想問說早期發電在台灣 該不該做 我的答案是一定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做呢?因为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猪肉 所以我们的养猪的各方面的效率要提升 要让我们的好的猪肉养下去,我们就要有新的做法来突破 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猪 它所排放的这些猪食、猪料 这些东西要如何的把它再生利用 这别的东西做了,我们当然也能做到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可是我们现在呢,是还在学习中,就刚刚我们的副总经历讲 这是一个等于是思念性的一样的,示范性的 先把这个BC model找出来 我们把早期的收购的费率提高到5块钱 为什么?决定在什么地方? 是因为早期如果我们不下去利用它所产生的环境成本比这个还高 第二个,早期的发电是可以控制时间的 所以接工时间我也可以这样的去用 那么当然它的价格也很好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把早期发电当成一个 对社会有帮助的这样一个政策来处理 所以把它纳入虚犯经济 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 解决我们的供电问题 同时让我们的整个养肚业生肯定提升 总而言之呢 我们希望呢 走在前面的人虽然很辛苦 但是最后结果你第一个找到 最成功Bismaster就是你有爆发的一天 所以我们未来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就这部分呢 现在短期我们看到了早期发电的成就 确实是很多养肚部已经在开始在引用的 但长期整个生产模式的改变 整个让效果提升 找出一个最终的 一个最有效率的Bismaster 这个非常重要 包含我们的养肚部 跟我们的早期发电业者一起来补兵 我们一起来研发 虽然这一年多来 我们还没有看到最终的Bismaster出来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效果 我们希望它能够持续下去 同时呢 找出一个最终的直路训出来 是拔 我们的整个早期发电 变成全世界典牌 为什么 因为呢 台湾的出入费号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一套做法呢 如果我们是台湾第一个弄出来 那我看东南有太多国家 希望我们呢 去把引导过去 那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们 国内有很多 就是年轻的 优秀的 或有先进的 有想法的 这些年轻人 愿意投入我们的养股产业 看到国内养股产业 正在逐渐的改变 那这是一个正在 就是转型的过程中间 谁能够在这边走的最前头 我相信呢 未来的就是 对持着我们的社会 大同敬佩的养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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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们有꿈 sho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